山東維芳布隆小區 山東維芳布隆小區 它被公認世界風箏的發祥地 有著世界風箏都的名號 而近代的楊家故呢 更是風箏製作的重鎮 接下來呢 我們快去了解一下這項風箏 非木製化漁產 維芳市是山東半島都市群最大的城市 也是山東半島的交通樞紐 1984年在美國西雅圖風箏協會會長 大衛切克林的建議下 維芳舉行了第一次的國際風箏會 之後呢 進一步授予維芳國際風箏都的稱號 說起維芳風箏流派 主要分為楊家故風箏 跟以渣彩藝人為主的老維線風箏 這裡是山東維芳的楊家鋪 已經有600多年歷史了 是一個十分具有文化特色的地方 中國呢有三大木板年畫 分別是天津的楊友青 蘇州的桃花屋 還有呢就是我們維芳的楊家鋪了 除了年畫之外 楊家鋪這裡也是風箏的發祥地 因為這裡的年畫還有風箏 是作風精美而且歷史悠久 所以就被選為首批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今天我們既然人都已經到這裡了 當然要把握這個機會 好好來認識跟了解一下 這裡的風箏還有年畫 究竟有多美 在歷史上維芳本來就是一座手工業名城 在明清兩代呢 曾經以200隻紅奴 三千雜銅匠 九千秀花女 十萬隻故姬名揚天下 擁有這麼強大的手工業基礎 做起風箏或是挽起風箏來 自然是駕輕就熟 各位瞧瞧師傅拿起樣來 真的是揮灑自如 風箏又叫做風箏 紙冤紙藥起源自中國 相傳在春秋戰國時期 魯班削竹為雀成而非之 三日不下 也有說最早的風箏呢 是由莫子這位愛做夢 又喜歡管閒式的思想家所製作的 不管哪一種說法 西方人大多相信 中國早在2700多年之前 就已經發展出風箏這玩意兒了 維芳楊家庫是知名的年華之鄉 維芳風箏自然的 也融入年華特色 對 楊家庫的第一支風箏 又是什麼時候做出來的 楊家庫的真正風箏 是一個楊世仙族的楊國大之間的第一支 它是一個 裡面把這個高粱的盤子製成的 它的那個翅膀做得很大 翅膀的麵料是什麼 它是因為是捐料的 它的特點就是它不怕樹 因為它是把它給折疊起來的 所以它的嘴巴也是不怕折的 維芳風箏原本是自製自放 或者用來匯贈親友的 但後來漸漸發展成為商品 維芳風箏根據製作類型的不同 能劃分為好幾類的 首先介紹的是串式風箏 它是把樹枝風箏 用一根或多根線串連起來放飛 接著看到的是板式風箏 也就是平面的板形風箏 製作比較簡單 著重在畫工的精美上 再來看看這軟式風箏 稱為軟式類風箏 它的翅膀呢 是由一根主翅條構成的 下端是軟性的 放飛到空中 翅膀可以隨風擺動 徐徐如生 立體風箏呢 是由多層受風片 或是桶形連結而成的 像公燈風箏 就是立體風箏的代表作 更覺得就是這種 特技式風箏 製作者呢 會運用巧思 在風箏上大作文章 像這青蛙鬥螳螂的機關 真是巧妙無比 至於這風箏 能不能飛得上天 似乎是無關緊要了 圍方風箏 圍方風箏在明代大衛新省 清代中葉的乾隆佳慶年間呢 是更為古籍 曾經在圍獻擔任過 青年獻命的正板橋 在懷圍縣中就留下五色裸裙 封擺動 好將蝴蝶都衝灰的詩句 一看就知道我們的外景主持愛心小姐一定是故事裡頭長大的孩子了 看來這趟圍方風箏之旅呢 算是為愛心補些童年的遺憾 掉下來了 天的風箏啊 有點這樣子冬吹下去吹一下比較難控制 可是啊 剛稍微跑了一下 那風風箏真的還蠻好玩的 說到年畫為方可不是只有養家部了 高密的鋪灰年畫 各屬中國民間最老的一個古老的畫種 那麼究竟什麼叫做鋪灰呢 現在請隨便我們腳步做一番了解 中國大陸的年畫之鄉不生美句 但是保有古老畫種的立方也並不多 維芳的高密便是其中之一 高密的鋪灰年畫呢 始建在明代成華年間 大約是在西元1465到1478年之間 盛行於清代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 全中國大陸 只有高密這個地方 還存有這種年畫記憶 主要產地在高密北鄉 江莊 夏莊一帶的三十多個村的裡頭 在破坏年畫產生之前 高密一帶的年畫呢 大多是有一些窮困文人 捨會一些喜慶題材的年畫 銷售在世紀之中 高密一帶的年畫 老師您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厲害喔 而且我覺得老師也平常一定很喜歡看美女 對不對 不然怎麼可以這麼輕鬆 然後幾筆啊 就把這個女性的婀娜 然後那種妹的感覺給畫出來 老師我想問一下 您用的這個是什麼筆啊 嗯 這是一種粉色的彈跳 就是用咖哩的骨 手出來的 所有的彈跳骨 還有一種歌詞 第一不能手骨 手骨就是它創背骨 第二它不能複到花水 複到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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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插到花水 所以我們遺憾了 方法當中的種 窮困文人那種工筆 或是半工半寫的畫法呢 生產效率非常低的 遠遠滿足不了民間的需求 在這樣的情況下 據說高米北鄉公婆廟村的王姓仁家呢 他們想到 以文人畫 跟廟宇壁畫為基礎 模仿創新 從而產生所謂的鋪灰棉花 初期的鋪灰棉花呢 那都以神像 或是墨瓶花會為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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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滿意的 對 這個鋪灰棉花的歷史發展是怎麼樣 因為我知道其實你是祖傳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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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技術 就是 有些瓶子的面穿了一層 用瓶子的面穿了 在那边前面 去吃水果的时候 也得冲满来 冲满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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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满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瓶子的瓶子了 接着请大家仔细来看看 原来所谓的瓶子就是要留支烧灰描线做笔板 然后再以这样的手把一次复印多张 接下来如何处理这些复印出来的底图 可就见人见智了 虽然是棉花 但其实他过完之后 他就进入了一个公笔化非常细腻的过程 对不对 是 在蓝水货卸进去 印出在公笔斎展时 但是比较紧张 都是他的理性 这样的图像是在红楼清洁上的 的地方就纳入在里面了 对不起 货卖世主各有前程 至于说到红货呢 则大胆借鉴天津杨柳青 更为方杨家部对色彩的运用 向大红大绿靠拢 让作品显得艳丽红火 这对比强烈的刻色呢 依实为多数人所喜爱 该派艺人也自编歌谣 说是红绿大笔抹 世上好销祸 即宣扬自家的年化 这聊得好细哦 是两米的 有点兴趣的包包 这也是就工地式的 非常有点兴趣